大安区陈安里内的服幼宫 每四年会举办一次宝宜大夫直年庆典 今年刚好碰上元宵节 特别结合陈安里、苍荣里和皮头里 联合举办元宵节活动 热闹的表演节目再加上各类好吃的热食 让大家感受到浓厚的年节气氛 大安区苍荣里内的幼稚园小朋友 活泼可爱的舞蹈 让服幼宫结合陈安、苍荣和皮头里联合举办的元宵节活动 好热闹 即使天气冷嗖嗖 许多民众还是热情的参与 一起感受浓厚的年节气氛 就是小朋友第一次过元宵节 带他过来热闹热闹这样子 觉得今天的节目表演得怎么样 刚开始小朋友都很厉害 刚那个斗牛舞还不错 觉得像这样子的元宵节的活动 有没有觉得很热闹 当然是很热闹 浮厚公香火鼎盛 每四年会举办一次薄仪大夫直年庆典 今年刚好碰上元宵节 不管是安东或是苍荣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们 都全员出动 提供各类好吃的热食和热腾腾的红茶 给在场的民众享用 温暖大家的心 那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美食啦 三个里都提供了美食 浮厚公这次刚好碰到元宵节 也碰到情人节 那也提供了那个飞天马的灯笼 送给我们这些所有社区的这些住户礼民 那也有一个刘花招非常热心 他提供了六百斤的玉米 来给我们大家来享用 今天是元宵节 那我们临近的浮厚公 召集了我们的苍荣 丞安还有披头礼 合办这个新春的这个元宵会议 而且又适逢这个保育大夫的职日 那在此祝福各位每一个家庭 身体健康万事如雨 元宵节少不了传统的菜灯米游戏 答对题目的民众还有小礼品可以拿 增添许多趣味性 而浮厚公也免费发送小题灯 给社区民众 让大家欢庆佳节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中佳台北新闻李依如采访不到